好 接下來呢 上場中心叫做日偏時 日偏時就是人站在半影當中 像這個 像我們最左邊這張圖 你看他人站在半影當中 你可以從圖上看到 他的右邊的光可以到對不對 左邊的光會被遮住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有一些是亮 有一些是暗 這叫做日偏時 這叫做日偏時 OK 有個小問題啊 這裡的人在半影啊 這裡也是啊 哪裡不一樣 缺掉的地方 不一樣 一個是缺左邊 一個是缺右邊 缺掉的不一樣 人只要站在半影當中 人只要站在半影當中 看到就是日偏時 日偏時 OK 所以半影當中 那有的時候 位置的關係 月球的影子 本影落在外太空 沒有落在地面上 只有半影在地面上 那就表示全世界人都只看到 日偏時 沒有人看到日偏時 沒有人看到日偏時 OK 好 下一個叫做 叫日偏時的照片 就是搶缺一腳 這張照片找它的原因 是因為這是前兩段時間拍的照片 那有很大很大的黑子 很大很大 就當時前兩天報紙上 有特意報導 很大 比台灣大好多倍好多倍的 大的黑子 OK 日環時 日環時 日環時呢就是 中間被遮住 中間被遮住 好 月亮時遮住太陽的中間 所以月亮太陽底下怎樣 你在想 你在想 那麼 所以它離地球比較下比較遠 比較遠 你就比較遠 人在哪裡 人站在這裡 人站在這裡 這裡的說法 這裡的說法有兩種 一種叫做 偽本影 偽 虛偽的偽 假的本影 有人叫他偽本影 那就比較簡單 偽本影 那如果你不叫他偽本影 就是囉嗦 那是說本影追的後面 本影追的後方 本影追的後方 所以就這樣 站在這裡 所以人要站在 本影追的後方 然後月亮要遠離地球 就看到所謂的日環石 就中間遮住 旁邊是亮的 中間遮住旁邊是亮的 中間遮住旁邊是亮的 所以月亮要遠離 月亮要遠離 然後人站的位置呢 是站在 本影追的後面 尾本影的地方 這樣子就會 看到日環石 那停車戰界問 這裡的人看到什麼 這是什麼影 半影 半影 半影就看到什麼 日環石 所以這裡的人就看到就是 日環石 然後看到就是日環石 所以 環石帶的外面的半影區 看到也是日環石 只要在半影就是日環石 OK 日環石的照片 旁邊一圈亮亮的 中間遮住黑黑的 OK 以前各位問過的問題 這是事實 古時候 月亮離地球比較近 現在 越離 越遠 越來越遠 好 在以前很近很近的時候 有一種日時 不會發生哪一種 因為剛才有一種日時 希望月球離地球遠一點 他才會有 那哪一種 哪一種 我們現在要找個男生對不對 有帥哥男嗎 有三一 三十一 不知道 剛剛才教完就不知道 又再度證明老師的教育 徹底失敗 剛才你講過的日環石要怎樣 月亮要遠地嘛 看起來比較小隻嘛 所以只證入中間證不到旁邊嘛 那遠地才有日環石啊 那如果有敬意呢 你就沒有日環石嘛 就沒有日環石 所以答案叫做日環石 這也考過很多遍啊 這種題目也考過很多遍啊 這以前舊課本問的問題啊 就這樣子 所以讓各位了解一下 日偏石跟日環石 那我們就把所有的日食都介紹完畢了 OK